MOMO火箭5號機在當地星期日清晨5點多發射星空 但在大約一分鐘之後就出現失控情況 火箭頭尾不規則地轉動 過了一陣火箭開始墜落 星際科技公司確認他們以人為操控 緊急停止火箭引擎運作 已經安全落入海裡 這款MOMO探空火箭 自2017年7月起已經5次試射 只有前年6月發射的3號機順利抵達卡門線 即距離地面100公里被視為太空的範圍 令到這個民間的航天夢未至於絕望 至今的成就難以與美國的民營航天企業SpaceX相較 但創辦人的背景就近似 都是先靠資訊科技打響名堂 創辦星際科技的忽光貴民 亦都是網絡公司Livetore的創辦人 公司目前正研製一款新型火箭ZERO 打算用來發射最重100公斤的衛星 送入500公里的太陽同步軌道 暫定在2022年試射 有線電視記者來現身部 漢 inside 通訊 對